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賴秉瑞 今天再來跟大家聊一聊書頭這件事 其實這個書頭它屬於所謂的經絡按摩類 我們頭部有頭部的經絡 我們全身上下也有它的這個經絡 針對所謂的經絡按摩 我們將來我們會拍 有關一系列的影片 利用的作品是我們師傅 特別為了經絡按摩設計的一把工具 它叫做小流星 請大家拭目以待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針對日月書能夠操作的經絡按摩的方法 以及它的部位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第一個可以操作的部分是它的牙齒的地方 第二個是它的背面這個弧度的地方 我們講說我們身體有所謂的十二正經 它是我們最大的這個氣的渠道 就是經的部分 手呢有所謂的手三陽 它在手上能夠曬來大的地方 它有三道 曬不到太陽的地方我們就要陰面 它也是有三道 手三陰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疏動的時候 我們要順著我們的肌肉去疏 怎麼疏呢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就疏 我們左手的部分 你可以如法泡指用右手的部分 從這個肩膀的地方往下疏 一 二 三 當然你的次數要稍微多一點 因為你疏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亮到大 它的效果才會好 好 疏完左手你可以疏右手 也可以針對肩頸的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做辦公桌 常常會覺得肩頸痠痛 你可以利用背面的地方 輕輕的去刮動它 可以達到一個解除皮疙的效果 好 再來呢 針對我們這個胸口的地方 它就是可以用到我們疏持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胸有肋骨 常常會阻擋到我們條理的 接觸到底下組織的部分 利用這個牙齒的地方 就可以避開肋骨 直接扎到我們身體底下的肌肉組織 你在刮動的時候 效果非常的好 左邊就往左邊刮 右邊就往右邊刮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針對我們的腹部這個地方做調理 它可以是這樣做 利用後面這個圓形的地方 輕輕的畫圈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畫的方向 這個方向跟我們的身體的運行 它是配合的 如果你反方向畫的話 對你來說可能會有點不太舒服的感覺 好接下來我們還可以針對我們腿部做調理 按摩完我們腹部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就按腿部的地方 腿部可以曬到太陽的地方 有三道 腿部的地方 筋肉叫竹三陽 筋肉叫竹三陽 裡面有三道叫竹三陰 怎麼按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梳子 左手 一 二 三 小腿的外側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大腿的內側竹三陰 我們可以用左邊用右手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小腿的部分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左腳按完 換右腳 好 按到什麼時候停止呢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痛則不通 通則不痛 好 當你能夠從痛按到不痛的時候就代表他已經通暢了 好 還有句話叫做這個 練功啊要練到見好就收 好 什麼是好 舒服就是好 好 所以當我們按的時候啊 記得大家要掌握一個原則 不要刻意的追求痛的感覺 也不要按太久 只要按到 舒服就可以停下來了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把日月書它有一個很突兀的地方 它可以按我們的臉部 好 因為我們的臉它其實是弧形的 對不對 那臉部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經絡都走在上面 它是比較細微的 這個屬於比較屬於弱的部分 那怎麼樣去按摩我們臉部呢 就可以利用這個 疏齒的地方 輕輕的刮 這個弧形啊 它可以很貼切的 貼在我們的臉部上 臉頰的地方 臉頰的地方可以這樣刮動 左邊 右邊 甚至眼睛你閉起來 輕輕閉起來 它也是可以 輕輕的用的 好 以上啊就是針對我們養生日月書它的作用它的延伸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好 大家如果對我們的梳子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到我們的說明欄 好裡面去看到 這個 訂購的資訊 好 但是啊不管今天你是不是要 使用我們的梳子去鍛煉這個梳頭弓 好 我還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的來 好好的輸出頭 好因為它對我們的健康 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好那如果你真的 好有興趣來 要跟我們請購的話 請跟我們聯絡 好希望能夠 給大家一把 很珍貴的能夠為您帶來健康的 好也是 專屬於您自己的一把 襯手的梳子 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不 下一個 oline 五 五 二 四 五 五 六 五 五 Bod 六